郭书瑶的弟弟郭伯廷 20日经传涉入共谍组织案 遭台北地检署讯后 以20万元交保 消息曝光后真的吓到大家 而面对媒体不断的询问 郭书瑶也透过经纪人认了 弟弟确实有被约谈 不过他是因为在找工作时 不小心被卷入纷争 并表示弟弟在昨晚前往配合调查后 目前已经回家休息 很抱歉打扰大家 日后也会全力配合调查 据悉郭书瑶的弟弟 是因为扯铃和祖贤之一 鲁继贤搭上线 因此受到波及 而就在瑶瑶回应完媒体之后 她也在社群发出两张 刘品妍帮她晋升的美照 开心写下每年生日都有你 还放上一颗大爱心 心情似乎不受影响 尽管留言区还是有出现一些 丢脸哦你家出卖国贼 你地上新闻了等等留言 但她都没有多做回应 不过明天她将有公开活动 势必会被记者们打文一波啊